8864的朋友 你们好 你们现在在收看的是 大牌Chatroom 大牌咧 呃 牌很大 大家好 我是 XVM 我是迪雅 我是Kerry 耶 这张专辑长大呢 我们没有想要说 音乐上要花俏 还是要去做一些特别的东西 都是凭着感觉 然后一步一步的慢慢慢慢累积的 所以希望大家听了 能够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歌 顺着听 对 因为它其实就是那个长大的工程 XVM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女生 组的 就组出来 我们是两个极端 对 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很简单 可是她很爱把一些东西 很简单的东西 有点变得有点复杂 然后就觉得我 不 不会 不会 创作方面呢 她是比较感性的 然后我是比较理性 迪雅就是负责写曲 然后我负责写词 我们会取名为擦翻身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一直保持一个年轻 轻柔好学然后很好奇的一个心态 我们想要提醒自己是要以非常期待的那种心态 去面对每一天 心一直有一个全新的心态 对 全新的角度 我觉得能够坚持在这个圈子走那么久 是因为有很多好朋友的相伴 有彼此的鼓励 在我最低落的时候 她能够把我从鼓励里面就拉出来 然后有时候她非常的depressed 就变成是我牵着她往前走 我觉得是一种很莫名的一种默契 而且现在你知道就是网络上 那么发达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嘛 每一个留言每一个鼓励每一个赞 我们都看到了 他们都是我们走下去的原动力 所以请大家帮我们按个赞 以前在做音乐的时候 不敢想太多 因为我很害怕受伤害 还是我很害怕失败 可是现在我觉得跟Carri一样的 就是非常确定 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 我想要在讲到这个过程中 be very honest with ourselves and be very honest in our music 上一秒还好好的笑着 怎么了 no don't give up 越害怕越黑暗 don't give up 不要一直回头看 no don't give up 越知道越受伤 心脏紧绷的快要爆炸 这首歌想要鼓励大家的就是 if you're having a bad day we hope that you can remember and that there will always be good days ahead and to not give up because if you hold on then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谁会预料 谁能听 长大这张专辑真的是送给每一个人的 我们都希望你们听了差半生的歌 能够吸取一些能量 吸取一些力量 想让你知道的是你不孤单 虽然我们是歌手 看起来非常的风光 有吗 看起来 with the phone 希望你们也能够给我们同样的鼓励 好让我们差半生能够继续地用歌 用我们的故事 来陪伴着你长大 一起加油 好 耶 我以为 开始慢慢忘了 我以为自己变坚强了 却突然 听到你最爱唱的歌了 又突然整个心跳进黑洞了 放不下的 放不下的 是你给过我的温柔 想太多 才会把一切错过 谁会预料 谁能接受 可不小心变成永远的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